学生检测体温排队入校 准备好这天充实的学习 不过在大家上课之前 却先集合在操场 因为这天是朝阳慈禧学校固定的乐捐日 主要是用仇德的资金 关心关爱我们学校的困难学生 以及一些困难的孤寡老人 社区的困难者 这个型善的好传统 从慈祭远建学校前就一直都有 不止学生乐于奉献 很多家长也每学期都参与 我认为他们其实小的时候 其实不太懂 没有什么感恩 不懂得惜福 他们至少通过这些事情 他们会学会感恩 学会惜福 知道应该尽自己所能去帮助别人 知道每一个人对他的爱 他也可以用他自己的一个方式 去爱别的孩子 挺好的 可以增加孩子的一个培养爱心 实际的大爱精神在我们学校 砸下了根 我们把我们的爱心传承 让他们得到一些关爱 让他们生活得更加幸福 捐款之后 校方也表扬生活中的爱心小天使 并及时为清旱学子送上助学金和文具 让这份暖流 立即传选到有需要的人手上 台新闻 叶平张勇 四川报导 法案 两个月